秋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 去年我做了一個視頻討論如何畫秋天的樹 那從去年到現在我學習了不少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想和你分享一下 Hello,我是水彩咖啡廳的Eric 轉眼已經快12月了 希望你抓住秋天的尾巴好好享受一下秋景 所以今天就來分享一下如何畫一幅秋景 我很喜歡秋天美麗的顏色 尤其是陽光打在金黃色的樹葉上面 整個景色充滿了溫暖的光芒 不過有一些東西是我們畫秋景的時候需要注意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忽略掉 第一,顏色和明暗是不一樣的 這個其實是我最常看到的問題 尤其是當你在看到充滿陽光的秋景的時候 當你看到金黃色的樹葉的時候 你可能會因為它鮮明的顏色 覺得它是一個高光 但是其實它們比較接近中間掉的明度 所以如果你把這些景色變成黑白的 那你很快就會發現這些樹其實沒有想像的這麼亮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明暗練習這麼重要 因為這會幫助你看到比較準確的明暗 第二,簡化細節 其實關於簡化我討論過蠻多次的 特別是畫血液的水彩的時候 但是秋景的細節特別明顯 特別難忽略 因為這些細節就是秋景美麗的原因嘛 不過因為我們要畫的是水彩 所以專注在比較大的形上面還是比較重要的 記得你不是照相機 需要自己決定要把什麼畫下來 第三,找適合畫的主題 我住的地方其實在秋天的時候到處都有美景 好,我今天就來分享畫這一張的過程 我非常喜歡這個景的光感還有大小比例 不過我自己多少有小微修改一下照片 讓它更適合畫 所以我大部分會參考我自己修改過的照片 開始之前記得點贊關注我的頻道喔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我們一開始還是以我們的明暗練習開始 所以這邊我就大概畫一個線稿 那因為是明暗練習的關係 所以線稿畫的比較隨便一點 但是其實這一個景也沒有太多的東西 真的需要畫得很緊 大概就是那兩台車子 然後那兩個人大概就這樣子 那其他的部分因為都是樹 所以這種有機的形 大概就是比較隨性一點的畫就好了 只要大小還有形狀畫得差不多 其實就沒有問題 那這一張我很喜歡的部分 除了它的光還有它的顏色之外 就是它的比例 那你如果看這兩台車子 在旁邊的大樹比較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大樹是有多麼的大喔 所以這樣子比例對比起來 那個樹看起來就特別的茂盛 特別的高大 那我現在開始第一層的明暗練習的渲染 那第一層的渲染就是畫中間掉的部分 所以剛剛有提過就是樹被陽光照到的地方 雖然看起來很亮 但是它並不是高光的部分 它其實是比較接近中間掉的 所以這個就是要真的好好地去觀察 而不是有一個陷入為主的感覺 覺得說樹葉 黃色的樹葉被光照到 所以應該是很亮 其實它比較接近中間掉 所以這樣子一看來 你如果把形都連接在一起 那這一張圖的形就清楚很多 天空的形還有樹 連接到車子跟陸地這些的形 所以這樣主要的形畫出來之後 整個畫就清楚很多 這個主要的形是最重要的 那不然你畫再多的細節 那也只是會越來越亂而已 那這個就是明暗練習的第一層渲染 好 那就跟以往一樣 我們就拿我們第一層明暗練習的渲染 當作我們的藍圖 來開始畫我們彩色的水彩 所以我們的完成品這裡 我們一開始要畫的第一層渲染 就是光的顏色 所以在明暗練習裡面 它是白紙的部分 那明暗練習裡面並沒有畫光的顏色 因為基本上只有黑白而已 所以就是就留白 那但是在我們完成品這邊 彩色的版本裡面 光是有顏色的 天空是藍色的 然後樹有一些比較亮的黃色 這些等等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要低層的渲染 把它給畫進去 所以我們就先把我們需要用的顏色 大概的調出來 天空的顏色 然後樹 黃色比較亮的部分 還有地面 比較亮的部分 就先把這些給畫出來 那在畫第一層渲染的時候 儘量一次把它畫完 因為我們不想要有任何的硬邊 所以大部分都是試中式的處理 留白的地方其實沒有很多 就算是白色的車子 其實它本身也是有一些顏色的 如果你仔細看照片 它引擎蓋的部分 其實左邊是有一些樹的倒影在上面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就都是藍天的顏色 所以它也不是純白色 那低層的渲染 我們就這樣子的把它畫完 那記住 顏色雖然可以畫得鮮豔一點 但是我們要保持它的通透度 所以不要調得太暗 顏色也不要用太多的顏色來調 大概三個顏色左右 就可以調出大部分要用的顏色 那現在在它還沒有乾之前 我們就可以開始畫我們的中間調 那因為這個是時鐘式 所以它畫出來的中間調 就會有一點點的擴散 會比較柔和一點 那這個也剛好 因為我們從背景開始畫 所以背景的樹就可以少去畫一點 讓它整個有深度一些 那現在是畫中間調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畫 我們明暗練習剛剛的第一層渲染的部分 所以就是背景的樹 然後連接到車子的一些形 那我們盡量要把形都給連結在一起 就像我們的明暗練習一樣 但是我們這一次有顏色 所以我們就用顏色來做不同形 不同物體的區隔 所以後面的樹比較有橘色 比較有點綠色 然後左邊就是比較偏黃的顏色 那到車子的時候 中間是紅色的車 然後左邊是比較偏冷的白色的車子 所以用顏色來做區隔 這樣子看起來就會有一些虛實的變化 這樣看起來也會比較有意思一點 那車子的影子把它畫出來 也是一樣盡量在它乾之前 就把它畫出來 讓它的形可以自然的連結在一起 好 現在往左邊畫 我們就要開始連結到我們左邊的樹 那這個時候在畫中間掉的部分 我們才是真的開始在詮釋左邊樹的形狀 那剛剛只是畫光的顏色 所以如果可以留下一些光的顏色 也不錯 但是現在才是我們真正開始在畫樹 那畫樹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也有很久以前 去年有一個視頻講過樹 樹要以大體來看 那你想要的話 當然是可以把每個葉子都慢慢點出來 但是我自己沒有這個耐心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把它大的形給畫出來 然後大概到樹燒周圍的時候 再給它一些的細節 讓它看起來好像有很多葉子的樣子 但是它裡面基本上就是一些明暗的變化 用一些虛實來詮釋它樹裡面 很多葉子的感覺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在講的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子把複雜的很多細節的東西 解畫成為大的形 再把大的形畫得豐富一點 好 我們的第二層渲染也就畫完了 我們的中間調畫完了 好回到我們的明暗練習 那我們現在開始畫第三層的渲染 第三層的渲染就是暗部 所以第一層的渲染 我們把主要大的形給畫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畫次要的形 那說的是次要的形 但是這些形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通常就是重點的地方 所以我們從樹的地方 開始把它的暗部給畫進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連接到 車子的部分 它的車子前面的排氣孔 它的車窗、輪胎這些細節的地方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畫進去 那畫進去之後 很多東西看起來就完整的很多 那雖然我們只是畫幾個簡單的暗部 但是這些畫出來之後 整個畫就比較立體感 比較完整 然後現在把右邊的樹 也是暗部把它畫出來 那暗部能夠連結在一起的話 也是連結在一起 只要你有機會 可以把形給連結在一起 通常都是好的 然後現在把前面的陰影給畫出來 那我發現陸地有一點太白了 所以我就做一層照射在上面 這樣子陸地的光影 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的突兀 然後把右上方前景的這個樹 也給畫進去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加的 之前沒有 但是如果不加這些的話 可能左邊就會太重一點 所以要為了平衡的關係 就把右上方前景的部分 加一些樹進去 然後再稍微加一點細節 其實迷暗練習就完成了 其實並不難 就把簡單的迷暗關係搞清楚 把形給畫好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彩色版本裡面 其實我的迷暗練習跟彩色 我幾乎都是一氣呵成的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我需要做一些視中式的處理 那雖然我的迷暗練習是等 第一層渲染乾了之後才畫暗部 但是我在畫顏色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想要有一些 比較柔和的轉折 從亮到暗 所以我就是需要 在它還沒有乾之前 就繼續畫下一層的渲染 這樣子有一些比較柔和的轉折 讓這個樹看起來比較有一個形體 那當然一邊畫 我們還要一邊的改變它的顏色 這樣子讓它看起來更豐富一些 但是其實細節部分 我們反而沒有畫特別的多 因為其實只要明暗關係畫好 然後有一些形的詮釋 其實看起來就像是一棵樹了 反而可以在一個簡單的形裡面 畫出它豐富的感覺 那這個對我來講也一直是學科 因為我們在看照片的時候 會從照片上面抓顏色下來 那所以會常常會不小心看得太近 不小心看得太多 然後就會想要把這些細節全部都畫進去 那剛剛也講過 雖然這個景裡面有呈現上萬的葉子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畫出來的話 反而很容易畫死 而且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你如果是要畫協議水彩的話 就把它的形給畫出來 把明暗關係給搞清楚 然後讓它的形可以用明暗的關係來詮釋出來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開始在畫右邊的樹 那這個就是按部 我把它給畫進去 那我畫了一支比較細的筆 因為想要畫一些比較漂亮的樹枝出來 就會用稍微細一點的筆 那這個也不是為了畫細節 是要把一些細膩的感覺給畫出來 就這樣子 背景的部分我們還是要保持一定的亮度 因為在照片裡面我們也看得到 背景其實有些地方也是被陽光照到的 那加上背景比較遠一些 那對比就盡量不要這麼的強烈 這樣子它的深度比較明顯 背景的車按部畫進去 那因為距離很遠 所以我們大概的提示一下就好了 畫一些簡單的型出來 那這邊我用指甲把一些比較厚的 顏料給刮下來 這樣子就可以刮出一些樹枝 一些樹幹的感覺 但是跟剛剛一樣 這些樹幹也不是真的非常的亮 它們比較屬於中間調 所以我們把剛剛畫的按部的顏料 稍微掛下來一些就可以了 那現在把這個人物畫一下 然後繼續把其他的按部也畫進去 所以車窗 車子的排氣孔 輪胎這些地方 就可以開始把它按的地方給畫進去 那這一張也不是我第一次畫的 其實我在畫這個景的時候 我也是畫了兩次 那第一次畫的時候 按部畫的有點太多 有些中間調的部分有點畫得太暗 所以整張看起來比較 光感比較沒有這麼的好 通透度也不太夠 所以這一次在畫的時候 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所以都是練習 我其實也是常常會翻車 那當然畫好的 我才會拿出來分享 有的時候沒有畫好的 就你們也不見得會看到 我可能就把它丟掉了 那有的時候我分享了之後 發現有些地方沒有畫得這麼好 我可能還是會再回去畫一次 所以同樣的主題 畫兩次到三次 有一些我甚至畫四次 其實每一次都是一個學習 那所以不要害怕失敗 因為失敗其實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水彩 這個煤彩 因為你沒有辦法改它 所以有些地方沒有畫好畫錯了 其實也沒有辦法改 所以如果想要學水彩 那我們就需要 稍微擁抱失敗一下 畫不好就重畫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每一次的嘗試 你都會學到更多的東西 把前面前景的影子給畫出來 那雖然這個影子沒有連結到其他的部分 不過我在中間 稍微畫一些樹的影子 所以我們就假設這個頸 左邊其實是有一些大樹 大影子下來的 所以這張畫基本上是完成了 我們最後就是把 右邊上面前景的這些樹給畫進去 讓它左邊不會看起來這麼的重 所以這個就是構圖了 一開始的照片其實沒有右邊的樹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的畫 所以你要怎麼樣的修改 要加什麼 要除掉什麼 其實都是你自己的決定 好 我們的完成品也畫完了 所以和我們的明暗練習 比較起來 我們有把我們的計畫實行 只是明暗練習 在畫暗部的時候 不是時鐘師 所以看起來比較硬一點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示範 其實很多的時候我發現 看起來越簡單的景 越不好畫 因為很容易就開始重複 用一樣的筆觸塗顏色的感覺 所以了解如何簡化 這把簡化後的形體畫得很豐富 也是一門很深奧的學科 我自己也還在學習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我是水彩咖啡廳的Eric 我們下次再見